意外浑穿到异世界 还成为了罪恶的小黑龙 却被小王子当成宠物为难 但这个世界是ABO设定 小王子虽表面是Omega 内地里却是Alpha 而边宇荣是当代大学生 却在参加活动当天意外被黑衣人袭击 导致他当场死亡 当他再次睁眼时就已从蛋里孵化 这让他一脸震惊 我怎么变成黑色蜥蜴了 我明明是人类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还没等他缓过神头上传来一道声音 只见小王子将他举起 欢迎你英斐纳布莱克 我叫利蒙今年七岁 请多只骄傲 边宇荣一脸不爽 这罗莉到底是谁 英斐纳布莱克又是谁 忽然他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 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了异世界 但自己确实复活了 随后利蒙便将他带到小花园里散步 却一不小心撞到一男子 抬头一看竟是自己的父皇 阿斯塔诺呵斥他不要总冒冒失事的 利蒙也只能羞红了小脸表示自己知道了 此时小黑龙也终于想起来了 这个异世界是王子与恶龙 还是自己玩过最狗血的游戏 而这游戏里的王子养了条黑龙 黑龙意外被黑暗力量蛊惑大肆破坏 王子便举起长枪与黑龙战斗 最后王子成功击杀了黑龙 游戏顺利通关 难道自己就是那条注定被杀死的大反派黑龙吗 此时皇帝将他拎起 看着小黑龙的样子不禁吐槽好笑 气得小黑龙开始咪咪叫 大叔我才刚出生好不好 身旁的利蒙请求父皇能否把英斐纳还给自己 明天开始你就和英斐纳一起上课 利蒙也只能表示知道了 小黑龙又咪咪咪叫了几句 王子学习就算了 为什么还让刚出生的黑龙学啊 难道异世界的龙能学会人类的语言吗 那说不定也有成为人形的办法了 忽然利蒙塞了奶瓶到他嘴里 你应该饿了吧英斐纳 赶紧喝奶赶紧长大哦 虽说不情愿但还是填饱肚子在说 而皇帝却诺有所思 这孩子长得跟他母亲一模一样 说不准长大后也会一样吧 随即摸了摸他的小脑壳 以后就劳烦你多费心了 还有利蒙啊 没有官员的时候你可以称呼我为父亲的 没必要把我当外人 听到这话的利蒙开心的呼喊父亲 就连皇帝离开时他仍旧感到兴奋 身旁的小黑龙一脸无语 算了还是整理下情报吧 我的灵魂来到了异世界 那么我鞭语荣的身体到底死了没有呢 而现在我还是罪恶的小黑龙 那么眼前这个王子就是将来要杀自己的人类 虽然这是游戏世界 但金手指窗口怎么没有出现 要是自己真的死了 那么我就在这个世界好好生活 如果没死那么就要想办法逃离游戏 反正不能在游戏中死去 而殷菲娜会死是因为堕落成了恶龙 看来我要好好思考 接下来的游戏剧情才可以了 只要我成为了善良的黑龙 那么就没问题 思考了许久就决定这样做 忽然一只蝴蝶飘到他鼻子上 这让他好奇不已 又不自觉地咪咪咪叫了几声 身旁的利蒙黑黑一笑 你看殷菲娜好像很喜欢蝴蝶呢 此时身后传来一道怒吼声 转头一看竟然是弹丁 这让他诺有所思 弹丁好像是二号buff 他与黑魔法勾结成为了皇帝 却把国家搞得名不聊生 反正就是个害虫 只见弹丁呵斥道 你这个Omega活得真是轻松啊 就连上课都不需要少 利蒙黑黑一笑 弹丁上课辛苦了吗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玩吗 这让弹丁羞红了小脸 谁要跟你这个Omega一起玩 还有你小子别随便靠近 Ever知道没有 都不知道父皇为什么要交给你小黑龙 难道这里是ABO设定吗 此时弹丁再次怒吼 我们黄金帝国不能成为效果 你等着吧 我现在就求着母后将黑龙赐予我 身旁的仆人直接抓住小黑龙 就是说呀 我们殿下可是高级阿弗呢 黑龙就应该属于弹丁殿下 这让利蒙焦急万分 小黑龙一脸不爽 就你小子是吧 随即就一口唾沫喷向他 身旁的两人都震惊了 随后连忙转身离开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而在众人离开后 利蒙却诺有所思 大家都说我跟母后一样 会分化成欧妹的 弟弟但丁现在也比我高多了 英斐那你觉得我是欧妹的吗 小黑龙又秘密叫几句 我虽然对于币欧世界了解一点 但凭你的性格以及长相 肯定是欧妹的无疑了 只见利蒙黑黑一笑 既然大家觉得我是欧妹的 那我就是吧 随即转头看向他 利斐那我们约好了 从今往后你要一直保护我 这让小黑龙小心脏砰砰跳 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味道吗 小黑龙怎么也想不到 从小被当成欧妹的培养的王子 内地里却是另一种性格 而自己却是顶级Alpha 但小黑龙为了不成为游戏里的恶龙 只能和将来要杀死自己的王子 成为好朋友 虽说这和游戏世界看上去一样 却又有着微妙的不同 无论是至高王阿诺 还是二王子淡丁 感觉都不是好相处的角色 至少上次教训了二王子一顿 应该也能在利蒙这边增加好感度吧 此时老师告诉他 接下来要进行其他课程了 利蒙娇滴滴表示 自己要带殷菲娜一起上课 随着老师的同意 小黑龙就被打扮成小公主 气得他开始咪咪咪叫 身旁的老师黑黑笑 看来殷菲娜大人很喜欢殿下做的衣服 随即又转头夸奖利蒙 殿下在服装方面的天赋很高呢 利蒙表示自己对时尚非常感兴趣 无论是时尚美容 还是绘画和音乐我都喜欢 以后王后安排的课程 我都会好好学的 身旁的小黑龙一脸不解 这些不都是公主才需要学的东西吗 难道因为她是Omega的原因吗 利蒙啊我听老师说了 你有几门功课进步甚微啊 你可是要成为各方都无懈可击的Omega 这样才能配得上我堂弟孙儿大功 利蒙也只能表示自己会努力的 小黑龙却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女人看似在说教 眼神却没从我身上挪开过 真的让龙感到晦气 忽然王后转过身告诉众人 来人把龙带去竞技场 与弹钉学习剑术 利蒙连忙表示不行 小黑龙一脸无语 我还真成为香啵啵了谁都过来抢 随即就朝着王后冲去 却被王后打断释法 这让利蒙感到心疼 殷匪那你没受伤吧 此时王后再次呵斥 你这无理的宠物竟想袭击我 来人给我把龙带下去打二十大板 利蒙连忙表示 殷匪那海小根本承受不了这伤害 而且要是护国神龙被打死 父王将醉下来 我和王后都无法承担了 所以利蒙愿意为他受罚 这让王后感到震惊 好小子你竟敢拿殿下压我 虽然王后怒火中烧 但也只能同意这个请求 晚上小黑龙就拿来一堆药物 给王子擦拭 这让利蒙感动不已 谢谢你殷匪那 约瑟夫已经给我上过药了 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殷匪那要是担心我 就赶快长大吧 然后换你来保护利蒙好不好 这让边宇荣保护欲极度上升 这么乖巧的孩子 殷匪那为什么要背叛他呀 但一个我没个是当不了国王的 随即就朝着外边飞去 随后小黑龙就将愿望之书带了回来 现在就先往武力魔法养成吧 而看到书的利蒙兴奋不已 我还没看过这本书籍呢 忽然他发觉到了不对劲 这本书竟然是愿望之全 小黑龙连忙表示没错 这就是传说中魔法师的游历书籍 只要找到传闻中的泉水 那么就可以实现任何愿望 原本这本书是利蒙独自冒险后的剧情 但那对母子真的是欺人太甚 为了让利蒙对自己好感度增加 只能这样做了 忽然王子哭啼啼地看向他 随后便将他抱入怀中 殷匪那你对我太好了 而凌晨的时候利蒙忽然起身 对着小黑龙就是一顿嘴炮攻击 完成一切后就潇洒离去 安稳睡觉吧小黑龙 随后就来到了小黑屋内 众人一脸疑惑 殿下今日召集开会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利蒙告诉他们自己得到了愿望之书 众人都感到震惊 是那本传说中的愿望之书吗 没错就是那本书 还是小黑龙抢先一步拿到的 这可太有意思了 殷匪那真的很聪明 就是聪明过头了 才那么大点的小样就能抢先我一步 要是长大后可就真的不得了 身旁的两人对视一眼 便让殿下放心 我们一定会悄无声息地干掉黑龙 利蒙连忙挥手表示没必要 你们也不需要担心那么多 毕竟龙也在计划之内 斌匪那可是要跟我一起去愿望治全的 此时的小黑龙正坐着春秋大梦 梦里他看到了愿望女神 女神询问他有什么愿望 而他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女神便知晓了大概情况 那我送给你一个老婆吧 这让他一脸疑惑 你送给我这个老婆是谁 只见我没得缓缓转头 不过我怎么会做这种梦呢 一定是跟着利蒙上课的原因 随即就趴在利蒙身边躺着 却闻到一股香味 难道这就是性稀疏的味道吗 不过欧梅的香味我怎么闻得到 龙应该不分欧梅和Alpha的吧 小王子第一次见老公 就被老公残忍退婚 身旁的小黑龙一脸震惊 而小王子却觉得这是个很酷的决定 起初利蒙还在储备粮食和存金币 小黑龙却不理解他在做什么 只见利蒙手指天空的方向 他才知晓一切 八十米高墙跳下 身旁的小黑龙都震惊了 你怎么年纪轻轻就想不开啊 利蒙却是开始念动咒语 小黑龙便直接抓住他的衣领 谁料利蒙的翅膀开始展现出来 此时小黑龙也才知晓这是风系魔法 看来这孩子天赋果然很高 我真的没有看错人 随后两人就来到了森林里探查 小黑龙仿佛受到什么指引般迅速跑去 利蒙便哭啼啼地跟在身后 殷菲娜等等我 这里好黑好可怕呀 此时小黑龙也想起了游戏中的剧情 下一秒小黑龙又遭到袭击 利蒙连忙问候殷菲娜你怎么样了受伤没有啊 忽然一把剑对准他的后脑手 只见森尔大公呵斥道 你小子竟然带了一只魔物出来 是要在这里做什么破坏吗 而且魔物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以为一路尾随我察觉不到吗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利蒙连忙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这让森尔感到震惊 利蒙你竟然长这么大了 随即又跪下请求原谅 陈真的该死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王子殿下 请您原谅 利蒙便让他赶紧起来 不然别人还以为你要向我求婚吗 森尔询问他为什么来那么危险的地方 那当然是找冤枉之权呀 这让森尔感到震惊 身旁的小黑龙都无语了 怎么森尔和刚才叛诺两人呢 更像守护者和被守护者的关系 总觉得森尔这性格变化挺大 不过初步印象倒是挺不错 就像王子与骑士的爱情故事 不对 我到底在乱刻什么呢 此时利蒙邀请他结伴同行 森尔连忙表示同意 但就是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讲 利蒙一脸问号 森尔便告诉他自己并不想迎娶殿下 我只想成为帝国第一骑士保护您 这让小黑龙感到震惊 难道他这是退婚仪式吗 想不到堂堂王太子竟然被甩了 真的好尴尬 随即又偷瞄了旁边一眼 利蒙该不会又要哭了吧 而利蒙却一脸兴奋地表示着太棒了 这让森尔娇羞至极 也没有拉着只是洒洒水了 随后几人就开始出发探险 每次出现魔物 森尔总站在前面抵挡伤害 这让小黑龙开心至极 那就让愿望之权送我回到现代吧 而在途中却听到了呼救声 抬头望去竟是一群黑衣人 终于找到愿望之权的精灵了 而利蒙一眼就认出这是黑魔法师 只见黑魔法师正开始施法 就被森尔一箭击飞 这让众人都震惊了 圣骑士怎么会出现在这 随即就仓皇逃窜 利蒙便打算利用小刀解救精灵 却怎么也割不开这张网 小黑龙便闻了闻气息 就使用喷色火焰烧掉了网 而精灵也终于显现在众人眼前 谢谢你们救了我 作为报答我可以实现你们愿望